作詞曲 李宗盛 分不清被欲作 你是否就站在我身后 感受我的感受 无论我如何做 如何重破 这无尽的折磨 可是分岔路那么多 你是否也期待着我 用重逢 解开一切枷锁 想要和你寻找出口 逃出这迷宫 你说微风吹过那时 你在想我 顶念着你的温柔 一旬就足够 想一生自首 我愿意忍着你 你不想你 你不想你 想我 想我 想你 你天天在这儿吹风不冷吗 害我找你半天 我睡觉的时候 想到一个主意 不过需要你配合 说 这个掌门 咱俩谁当都一样 其实没什么区别 因为我们都有私心 在公事和私情的影响之下 这个掌门便不好当 说重点 咱们轮着等 你当掌门削弱一项门规 受到压力时便由我当 我当掌门再削弱一项门规 受到压力便转运 周而复始之下 总有一天 会把这不合理的门规 给破了 如何 你们俩想清楚了 我们想清楚了 二师傅 您便说行不行吧 倒不是不行 你们二人谁当掌门老夫都没意见 一文一虎 哪个也不可缺少 那这掌门之位非同儿戏 如何给江湖各派一个交代 那便说暂待掌门之位 不把话说死 毕竟上任掌门刚走 便火急火燎上位 好说不好听吗 可 待掌门的期限如何界定 待世子回归 由他老人家才定便是 由他老人家才定便是 也好 你们一文一虎 相辅相成 燕山派兴盛可期啊 那明日我便宣布 由御郎散待掌门 刑目你且为大长老 有劳二师傅 嗯 赵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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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秋 你怎么来了 我正要去百花门找你 青秋已经 等不及要见到赵大哥了 要不 故地重游 再闪日落景色 好啊 一切都听昭大哥的安排 这边请 站在燕山山顶看燕山风光 仿佛整个人都融入天地之间了 好啊 青秋久居于百花门 而百花门在山下 想必是不曾看到如此美景吧 山下的风景也很美的好吗 如此良辰美景 理应付诗一首 奈何青秋才疏学浅 不如请昭大哥代劳 昭某对富士这种风雅之事 知之甚少 青秋若是想听 我去请二师弟来 倒也不必了 青秋可是冷啊 有些凉意 寒风上身 那赵某总提秋下山 怎么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怎么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嗯 我们走吧 走啊 赵大哥 我肚子饿了 那刚好 想必这个时辰百花门已经放饭了 咱们快走几步 说不定你可以改得上吃晚膳 赵大哥 我想吃你烤的鱼了 不如 我们就地重游 再去断崖之下 现在天色渐暗 崖壁又特别光滑 下去怕是明天才上的来了 我 不过青秋属异 明日便明日吧 遇见你拒绝 看着世界 花开只为一瞬间 心里却想微写 突然才发觉 何未喜悦 无奈命运 无奈命运 让心碎裂 无怨也敢愿 再看见你 这家伙的资质更甚于我 只追我师尊颜无敌啊 若是普通人 别说承受我二十年功力 便是一年半载 也得活活撑死 可这个孽障 筋脉打通之后 任你多少内力都给他吞了 为其贤侄 这也是因火得福 看来这燕山啊 又出了绝世人才了 这天才 原来是心性加悟性 可他小小年纪 却为情所困 也不知是福是祸 这为情所困 说明也是性情中人啊 这不正随我们俩吗 谁又能做到真正忘情呢 师尊不能 我不能 你不能 小军亦是不能 功法修炼 我能助他 可感情一时 只能靠他自己体悟了 请求今日来燕山派 所为何事啊 来问赵大哥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清秋已经知道答案了 无论赵大哥当不当燕山掌门 清秋都无所谓的 明日燕山派 会由顾玉朗 攒在掌门之位 是 赵大哥为何放弃啊 我没有放弃 而是在努力 清秋明日也要即位了吧 好 师父留信 清定我为继人者 恭喜你啊 送给你的贺礼 好沉啊 贺礼 好沉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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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哥 这是金子 我的全部是家 你把你的钱 都 都给我了 在家 也是我娘管钱的 那 要是 你把我的钱 吃得多了 赵大哥 这是 你送给我的信物吗 定情信物 居然送金子 你知道我不擅长这些 至少我觉得 送金子最实在 你若不喜欢的话 丢了就好 我喜欢 我喜欢 只要是赵大哥送的 我都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大哥 千秋这便要回去 欺人掌门了 我知道 你我知识关系重大 稍有不慎 便会导致两派重新对立 所以不可一蹴而就 你此次回去继任掌门 身份不同遗忘 恐怕 恐怕我们有段时日 无法再相见了 我知道 清秋 我会和顾玉郎轮流当掌门 不断削弱门归 终有一日 可以将这些毫无道理的门归 彻底废除 你相信我吗 嗯 我相信赵大哥 回去之后 我会与玲珑商议 只愿赵大哥 能想着清秋 不能见面的日子 莫忘了燕山脚下 莫忘了燕山脚下 还有个月清秋 只想有我和你 就一直到最后 等我 可看出来了 类力不纯 静脉中 杂质甚多呀 那可有何解决之方 解决的办法倒是有 不过 为其贤职已尽成年 骨骼经脉固定 不能像孩童一样 灌顶进化 那可有何外力之方 但要食材或有 但要嘛 危险性大效果差 内力没有进化好 倒惹出其他毛病来 要么就是时间太长 几十年下来 内功倒是进化了 倒也错过了 练武的好机会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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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坏的根基 得不偿失 对 女叔说得是 还给我说 还给我说 不不不 你就跟我说吧 我愿意 这个不行 实际上能治好 是什么会我都愿意 我跟你说 传宫需要你与功力相当的女子 一同修炼 你愿意有屁用 别愿意吗 什么女子啊 贤侄还是太小 你呀 你现在不懂的 我是你的 黑狗叔 那这船弓可以凈化 我的内力吗 你首先呀 得找一个 跟你实力相当的女子 跟你情投意合 而且她还得愿意帮助你 你要是 实力相当 情投意合 我有人选啊 近日可有人给我送东西来 什么东西 没有啊 东西你们吃了用了便罢了 再把信给我 没吃 没有 真没有一心 真的没有 真没有 一心怎么了 一心你这是怎么了 那个正想他的军卫妻 最近没想他了呗 军卫妻 小丑 一心 师姐能否拜托你一件事 啥事啊 你可否去阎山派打听一下 军卫妻是否回来了 军卫妻是谁 就是赵秀牧的小师弟 年纪呢 与我相仿 是个少年模样 哎呀 就是啥不垃圾的 原来一心师姐 也不是想象中的心无旁物嘛 你帮不帮 帮帮帮 我小丑办事啊 你放心 保证帮你打听的 清清楚楚 他离去时未与我告别 回来也未必知会我 小巢 若是他回来了 你就叫他来见我 那他若是不来呢 他敢 是 我的嫂嫂呀 我的嫂嫂呀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还以为 你真被赵秀牧给扣下了 昨日 一不小心 稍微迷了点路 今日一早 才寻了出来 你这什么烂借口啊 你这什么烂借口啊 稍微迷了点路 我看你是被人 稍微迷了点住吧 你脸色不对 没有 好吧 今天一早 我便想到 进任掌门之后 不能轻易出门派 和赵大哥相见 我便心中难过 那赵秦牧怎么说 他说 燕山派会由他和顾雨郎 轮番代行掌门之职 然我且等待新日子 这一听 便是顾雨郎这样的脑子 才能想得出来的计策 真不愧是美貌和智慧 并重的奇男子啊 这计策很高明吗 燕山派家大业大 人口众多 掌门上面还有一堆师叔师伯 最上面还有一个师祖 若是他们把一个人的压力 分担到两个人的身上 且这两个人 都是出类拔萃 低位稳固 那我们百花门 是否要随身附和 这还用说啊 赶紧洗出去 快 一共一百四十四条 每条门规下面还有细则 创派祖师闲得可以 我听师父说 创派祖师临终前 只留下了一条门规 就一条 对 就是不许 与百花门来往 其他的 都是师祖自己加的 那他真是选得可以 他活了一百多年 除了练功授徒 想的不就这些吗 他要是把精力都放在练功上 早就突破大圆满 老人家嘛 不都有些怪癖吗 看这门规森严繁杂 一举一动皆有定数 我与清秋若想在一起 怕是难了 那可未必 水滴石川 我们先做的是让两派不敌对 其他的诸如什么 见面不说话 重手不重花 那就无所谓了 都是你一句话的事情啊 搞那么麻烦 这里的陈舍 也不符合你这个 九阴绝脉的风格呀 你 这一句话 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换 师兄 掌门 时辰到了 嗯 哎 哼 哼 玉郎 即刻起 便由你散待燕山派掌门之职 是 玉郎 定然持身首领 竭尽所能 将燕山派发扬光大 也请众师兄弟 助我 谨遵掌门之命 是 现在 我以代掌门身份宣布 大师伯 二师伯 师父与武师叔四位 晋升太着了 大师兄招行墓 晋升护派大长老 苍山远 晋升外室堂长老 胡硕 晋升内室堂长老 好 其余人等皆有吊派晋升 谨遵掌门之命 另外 经历夏新河作乱一事 燕山派与百花门 联手抗敌 相邪已渡难关 大家有目共睹 我与护派大长老商议 认为 两派敌对关系 已然不合时宜 基于此 决定从今日开始 燕山派不再提防 百花门 两派往后正常往来 但是 诸位门人弟子 应谨记门规 不可余礼余聚 滋扰事端 否则定当严惩不待 谨遵掌门之命 三师兄 你这 三师弟 你感觉怎么样 来来来 宿祖皇下赐药 参见亚伦 参见亚伦 看手上 看手上 今日 月清秋秉承师父之命 继任百花门 第四任掌门 今后 我必立经图治 竭尽所能 带领百花门 走出困境 也请诸位同门姐妹 助我 齐心协力 齐心协力 共创百花圣事 共创百花圣事 齐心协力 百花圣事 齐心协力 百花圣事 出品 凭筹 十四 五 九 五 一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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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男的呀 师弟 不是个师妹吗 她是男的 到底是男的女的 什么意思啊 等一下 师祖 你真不跟我回去吗 老夫要禁养挑戏 黑狗 你说 这孽图混账得很 你且忽持一二 他若不管不顾 滋扰人在女王 你把他打晕了带回来 我自会收拾他 语叔请放心 黑狗心里要输 你不是说的 他我的天啊 你就是这样 你最后一看 除了 你还是怎么想的 你再继续 我最后一看 我说我 那边 你会不會 你回头 你会继续 好 今后 澄澄将辅助玲珑大长老 处理门派事宜 大家不要疏远她 把她当作姐妹便好 诸位师姐们 好 好 好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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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勇气呀 好帅呀 真好看呀 好帅呀 真好帅 下面 我来宣布几条掌门法令 第一 以后早课口号作废 不再与燕山派敌对 两派相安共处 我可以去玩了 太好了 第二 百花门财物捉襟剑肘 皆因裁员不广 私为保守 今后要以京营为第一要务 最后 门派今后事务全权交于 玲珑大长老处理 大家有事多找她 散了吧 姐妹们 师姐走了 那我们上不上 就这样走了 师姐走了 我们去 来 来 小心台阶啊 好好 您再来啊 好 慢走啊 贵宾里边请 咱们今儿倒了上好的葡萄尿 欢迎品尝啊 您里边请 小心台阶啊 来来来 你知不知道 我精心谋划了这么久 花费了多少的财力 物力 人力 好 你们偏偏不让我如愿是吧 行 我就不跟你们玩印的了 只要不是招行目当掌门 谁当掌门 谁都得死 我让你们看看 我招稳斗的手段 你终于想堵了 我当这一刻当的头都快堵了 说吧 什么时候躲上 我们 来 坐 我问你啊 这事儿 好像跟你没关系吧 你怎么这么热衷于帮我呀 就且不说我欠你人情还未还 就说我如今也没有其他的傍身手艺 我只会杀人 你总不能看我上街去乞讨吧 那你可以 回你的无魂阁 继续当你的杀手啊 反正那儿的业务 你也熟悉对不对 回不去 我可不能回去 你真的就 只是为了帮我 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这个 都有吧 我就知道你有所图 起来 你 分明就不是想拜下去和为师吧 你分明就是想借着我有求于他 好让你离开武魂阁 说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 我熟生出来的时候 记恨阁主多年来对我的科科 我 偷了他病人 你是说 你偷了明洪老祖的 明洪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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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荫老 无敌人 你刚才为什么不救我 过来坐 坐 走 今后你便是本门使者 我以大长老的身份 给你布置的第一项药物 便是负责传训 我哪传 燕山派 一个山上一个山下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那我姓氏不嫌麻烦吗 你傻呀 如今我和大师姐 已不再是弟子的身份 怎能随意出入山门 被人看到了 还以为我们百坏门 无人可用了 那我怎样 反正两派这么多年 知根知底 谁什么样心里没个数啊 何必多次一句 我看你是想造反 行行行 不就传个信吗 拿来吧 这封 是大师姐以掌门身份 交给燕山派掌门顾玉郎的 这封 是大师姐以私人身份 交给招行目的 这封 便是我以大长老身份 交给燕山派 大长老招行目的 这封便是我以私人身份 给顾玉郎的 这封 是给羽承仙的问候信 如果羽承仙不在 便也交给顾玉郎 你 三封顾玉郎 两封朝行目 对吧 你可说好了 千万被给弄丢了 出了门便是燕山派 我想丢 你告诉我往哪儿丢 我在信中 已经说了你的事情 且看顾玉郎 如何回复吧 不过我想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今后你以两派弟子的 身份出入 也方便些 那我住哪儿 看你啊 百花门是欢迎你的 花展门那间踏不住了 我去住吧 也好 师父的境事 四下无人居住 大家都方便 若是你要沐浴 或者方便 要到山后的僻静之处 你可别忘了 不用你多说 巴不得躲得远远的 走 大师姐呢 二月春暗辽桥 扎人电池骨雕 既有一期自然风发更早 银河白梅的家 热闹鬼头飞牛 既然新歌里也难言 稀傲 轻易张结何许再以照耀 眼神不熬不发全才美少 情歌曲 有没有 歌曲 以后 音乐 又会在这里 吻一声 在那里面 最后的主题 很大人 看见你 你不愿意 也有 不愿意 你不愿意 这是一句无论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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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一遥 一遥 嗨 嗨 嗨 许我一束风扬 自然且看紧张 不忘一场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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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易展现何许才已照耀 天生孤儿不发全才美少 长头飘搭影漫楼红手掌 独领着风扫 雨来装傻笑 一眼一眼 嗨 嗨 快战烤 不但怕活躁 呀 依 依 依 嗨 嗨 嗨 人生怎么能要走 装枯燥 呀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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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轻过着年少 轻易不着邀 呀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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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许我一束风扬 自然且看紧张 不忘一场年少 不忘一场年少 不忘一场年少